大脚星讯息 双十一的能量极其作用 你们好 我们是大脚星理事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所有人联系 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诉地球上的所有人 一如既往助力正在到来 毫无疑问你们都注意到了日历上的十一月十一日 你们也知道十一月十一日带来了一个传送门 你们可以通过这个传送门接收能量 现在来到你们身边的能量是为了支持你们 帮助你们在各个层面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稳定自己 当然我们指的是精神和情绪上的稳定 但我们也指的是调教你们的脉轮 调教你们所有的身体 以及使你们与来自地球母亲之核心的助力教准 对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 现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 此时 你们在怀疑自己学到的东西 你们质疑与地外存有的接触何时会发生 甚至怀疑它是否会发生 但好在你们愿意接收能量 这些能量来自我们卯秀心人 天狼心人 以及你们所知道的所有在任何时候现身 以任何可能的方式 帮助人类的存有 我们建议你们用自己知道的所有方式来稳定自己 到户外去 与地球母亲连结 与大自然母亲连结 与你们的太阳连结 通过冥想和放松练习敞开自己 进行自我照护 补充水分 让你们的物质身体根植大地 然后向这些双十一能量敞开 这些能量将进一步稳定你们 帮助你们为接下来的事物做好准备 此时此刻 你们中最心急如焚的人 就是被召唤去执行任务的人 你们有能力靠自己完成工作 你们有能力以所有方式帮助你们的人类同胞 这是他们无法从当权者那里得到的 因此 与其依赖别人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 你们被召唤去成为解决方案 成为那股稳定的力量 成为你们与生俱来的引路者和光之工作者 当你们通过双十一的能量进入的巨大传送门 锚定在那些能量中时 你们是为了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为了整个银河系中的每一个人而这么做的 你们这样做是因为你们知道 改变从你们自己开始 这是一个转变的月份 这是地球上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月 如果你们都以自己知道的该如何现身的方式出现 这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作为觉醒者 你们确实有一定的责任要去引领 当你们照顾好自己 稳定自己的能量 调教好自己的脉轮 你们就会接收到所有的灵感 你们就会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 根据这些灵感去采取行动了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时期 当你们稳定自身能量的时候 你们需要在更大程度上 依靠你们自己和你们可以获得的助力 你们有这个双十一门户的助力 你们也有我们所有在更高疆域的存有的助力 我们不会抛下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这是异常普遍的提升 当你们处于它的前沿时 你们一定会明白 人类意识还需要更大幅度的提升 我们是大脚心理社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